我在香港 在台湾 在美国 常常听到 大概新加坡也有 从日本传来的本月念佛 本月念佛 古时候祖师大得承传的 没错 可是传到今天 我听听他们跟我讲的 那有问题了 他们执重是48院里面第18院 这18院是本月 其他都不要学了 18院是什么呢 顺念毕生 所以他每一天就念十句佛号就可以了 将来一定往生了 经常讲的嘛 顺念毕生嘛 到临终不能往生 还要跟阿弥陀佛打官司 阿弥陀佛 你说话不算话 我征照你的方法 顺念为什么不能往生 其实这些人自作聪明 投机取巧啊 对于48院的意义 他不了解 错会了佛的意思 佛没有讲错 你听错了 你误会了 过世在你 不在乎 古大德 祖师大德讲得很明白 很清楚 48院 每一院都圆满 包括了其他的47院 少一院 你这个一院不圆满 有欠缺 这是华言经上所讲的 一几十多 多几十一 你怎么能48院执着一院 这个不可以 要知道 古人讲的一院就是一切院 那些 任何一院 任何一院都包括一千人 它是圆满 对吧 这就没错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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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